在繁忙的生活中 总是要一些温暖的声音 现在时间下午2点02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周五好心情 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是主持人旭成 我是主持人怡欣 今天为您带来的节目叫做路史随手 首先一首悠扬的路港小镇 带您重回幼时的记忆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渔村 马祖苗里烧香的人们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清晨 鹿港的黄昏 徘徊在温明里的人们 哦天哪唱完这首歌 我突然超想去鹿港耶 没问题我带你去 走吧 诶 你看我们到鹿港了 这就是传说中香火鼎盛的天后宫 在场知道天后宫的大家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不是 不是啊 这长得那么像土地公庙 有什么稀奇的 我猫带我来过好几十遍 这是香疤啦 我丢人死了 走啦 肚子饿了 谁给你土地公庙啦 虽然啊 他们都一样是庙语 但是背后的历史故事 还有所供奉的神明 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不好 不跟你说了啦 赶快前往下一站 下一站来到新竹宫 在场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文武官员 人至此下马碑吧 我有 我看过 真的 天哪 你这种人竟然也知道 那考考你哦 这个和刚刚的天后宫有什么关联啊 关联 嗯 我想想看啊 啊 他们下马去派土地公 对不对 都对 天哪 不要问你了 有观众知道答案想要回答的吗 啊 刚刚看过那个宫 看过这个碑的人那么多 都没有人知道答案 喂喂喂 干嘛凶观众 众信谁会知道啦 这应该是你的问题了吧 那你就知道咯 当然啊 他们可是整个充分反映了 鹿港的开发轨迹耶 从湿世榜开发彰化平原的天后宫 台湾名辩陈州全事件的永安宫 是当时的水师衙门 以及福康安从鹿港上岸前来平定 林霜文名辩的新祖宫 张州移民信仰圈的南静宫 以及日贸行原商守护神的城隍庙 还有还有潮州移民信仰圈的三山谷王庙 他们充分反映了各族群 蕙翠交织而称的中部拓坑室 而且不一样的建筑工法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敏越建筑装置艺术的博物馆耶 哇 竟然还有这样的关联喔 我还以为他们只是完全无关的两间庙耶 现在的游客都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啦 都已经来到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之地 却还不愿意多花心思去细旧当地的故事 哪有 像我就知道啊 一捕 二鹿 三蒙甲 还有 还有那个 我知道 还有 你看 不知道了吧 陆港就像一本活生生的历史课本 这样摊在你眼前 你说你都已经来过好几十次 却还不愿意去翻阅它 根本就是浪费了认识台湾过去的大好机会 不要再念了 不要再念了啦 在场来过陆港或是看过这些古迹的人啊 其实不在少数 但是却嫌少有人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故事 浪费了几世纪以来 升到在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 这样真的算来过陆港吗 同时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对陆港的印象是什么呢 是满街摊贩 挤满商家 还是街道上车水马龙游客熙来攘往 但陆港真的只有这样吗 是不是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都被太多的商业行程所蒙蔽 而忘了旅行应该要有的初衷呢 所以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和另外两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 立志要让游客们重新拥有兼具意义 还有价值的陆港行脚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计划内容吧 为了贴近所有人的需求 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民众 调查他们喜欢的景点种类 制作成四种年龄层 总共十三条不同的路线规划 而陆港的景点种类五花八门 民众们也一定都有自己特别的喜好 所以我们在进一步将景点区分成五条路线 瑰丽寺庙 精彩民居 文青浪漫 韬客美食 还有张宾工业 让游客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由挑选 以上两种形式的路线以及十八条 就是让游客可以持续地回来陆港 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视野 还有体验 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哦 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将陆港 人文历史而一面呈现给所有大众 因此他亲自撰写了三十八个名胜的景点介绍 希望可以将这边的特色呈现给所有的民众 另外我们也制作了周边服务设施调查表 在亲自探访过所有的景点之后 一一撰写出来 以天后宫为例 像这样列出厕所 垃圾桶 大众运输 公车站 这些资讯让游客在旅游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刚刚问过一个问题 你来到陆港是不是只知道老街美食买东西 这样商业化的情形其实非常普遍地在发生 陆港本来是以文史为根本 没想到现在大家来到当地充其量 应该只知道天后宫吧 原本根本就不把文化什么的 古迹什么的放在心上 对啊 你记得吗 之前我们去那个天后宫实地探看的时候 不是有一间烤鱿鱼超级好吃的吗 我想想看那个应该是在左边的第24间 超好吃的 我们等一下去吃 老板会给我打折 我去太多遍了 就是永远这种人陆港才变商业化的啦 都已经来到文化古镇 却吃每个夜市都吃得到的东西 是有事吗 这样陆港的独特处就没有办法凸显啦 应该是啊 古迹任是逛逛累了 再到老街品尝当地的美食 而不是填饱肚子 再顺便去看看不知道是什么 也根本不想知道是什么的古迹 现在啊 陆港有许多商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希望可以将文化结合观光消费 将传统工艺转型贩卖给所有的观光客 像是习工业啊 还有灯笼工艺 以贴近消费者的方式拓展知名度 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可以从根源解决问题 解决普遍现在走马看蛙的状况 从游客的旅游价值观开始改善 消费者就是影响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希望可以把消费由主转为辅 带领游客啊 用自己的眼睛还有心灵 去看看古迹的珍贵处 还有得来不易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那你知道其实做这个计划书 大概半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学到一个超级重要的概念 是什么啊 就是大家现在最喜欢说的自主学习啊 不要趁热度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好想知道 你说 过往啊我们总是看着课本上面的知识 期待相关资料会直接被发到手边 我们应该只要负责被动去接收它就好了吧 但这次我们不一样咯 我们尝试自己走过每一条路线 记录下游客想知道更应该要知道的讯息 同时再和当地的居民做访谈 记录下他们想要外人所认识的路港 完成走过18条的路线之后 再亲自访查过每一条 并且做细部的规划 我们对不用自己的力量 对不满之处做出改变 不接受妥协 而是改变创新 就是我们自始至终最重要的态度和精神 嗯 没错 而且这样靠自己完成的计划也让我 我和彭丽婷要从路港正中心骑脚踏车到张宾工业区 只为去探勘几个观光工厂 那时候我整个大腿破皮 脚超伤还差点强 快速大路巴巴 什么一大堆的鸟事 真的很辛苦 不过有好笑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到卷木生活馆 那边员工还以为我们正在环岛 大声帮我们喊加油 你真的超级夸张 体力有够差 总之我们不断用自己的体验 来理出架构还有脉络 每张地图每个路线 其实都是我们的汗水还有心血 不过我们也不像过去 总是用网站上片面的资讯来认识一个地方 甚至还肤浅地复制贴上 但这样的过程也让我们发现 其实亲自去做 亲力亲为的感动 还有震撼是无法言喻的哦 不是有一句话说 在感动别人之前 一定要先感动自己吗 所以我们才这么全心全力地投入 希望可以将路港的好介绍给所有的大众 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路港这个小镇的历史故事 由于这个计划 是如同大家所见 过程繁复功成浩大 而且也不是什么一劳永一的工作 所以其实刚开始在外人眼里 都有点不切实际的味道 就连我们的老师同学或者是父母 甚至是政公所的官员 都觉得我们四个是不是还没有社会化 还没被这个肮脏的世界玷污过 自以为那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四双腿就坚持要做 哎 这又是一件伤心的往事 还记得今年寒假不是正值新冠肺炎的危险期吗 每次我要出门和你们讨论 或是到路港实地探抗的时候 走到门口就会被我爸妈拦下 来一场激烈的辩论 因为在他们眼里 做这件事情真的很没有意义 不仅对科业没有帮助 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果 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 还有心力 甚至赌上生命健康呢 但这一切真的是不切实际吗 在经过大概半年多的行动之后 我们用成果向所有人证明 我们不只很健康 而且还成功了哦 在参加新世纪青少年高峰论坛师 获得殊荣 小百科 新世纪青少年高峰论坛 给来自台湾的学子一个机会 分享他们对于改善家乡的计划 吸引所有的有志青年钱来参与 而在论坛的期间也可以认识很多来自外校的朋友哦 大家不需要担心彼此是竞争对手 因为只要是优秀的计划 学校都会给予支持还有鼓励 将竞争转为竞和 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论坛期间 每个休息时间都会和来自台湾北中南东 不同的队伍讨论彼此计划的优点还有缺点 用不同的视角激发出更不一样的可能性 还有专家和学者的工作方 他们会对我们的计划提出一些建议 在实行的方向更加的明确 总而言之啊 不参加会后悔 对啊 这应该是我目前参加过最成长超级多的活动了吧 还是那时候我们就站在这里 用小短句的方式向所有人介绍我们的计划 而且啊两天的活动下来 还获得最佳团队默契奖 以及诸多评审老师们的肯定 也让我对我们的计划整个信心大增耶 但是说到我们的计划可以顺利实行 其实也要感谢陆港政公所的协助哦 陆港政公所 政府 哎呦不要开玩笑 政府都在做事废物 天啊你看看 大家是不是都站在自己的角度 偏偏以为政府是不是都没有在做事 但其实回过头来想 政府是机会最多 资源最多 视野最广 而且重点是也和在地最环环相扣的一个角色哦 没错 所以在今年寒假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陆港政公所 向当地的官员们分享我们的计划 也是在那次的会议之中 我们发现啊 其实陆港政公所的官员们 都非常热衷于推动在地观光 也很愿意帮助学生提供建议 在和陆港政公所达成合作之后 在今年的五月 我们的地图也正式上吊到陆港政公所的网站 让民众可以参考使用咯 而今年我们也将继续担任陆港政公所 新发行的旅游手册的编辑委员 努力让我们的成果被更多人看见 并且达到我们的初衷 也就是让游客用不同的态度 还有角度游玩陆港 并且颠覆以往的刻板印象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的行动力 以及坚持不懈的力量 诶 话说回来 为什么我们的主题要叫 陆史水手啊 诶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让我来告诉你 陆史顾名思义就代表陆港的人文还有历史 随手则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参与 这项复苏当地历史文化的行动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小 但是大家加在一起就足以改变整个陆港 对啊 陆港是一个充满回忆故事的小镇 不过如果要让它重回从前的温度 就一定要大家上下左右团结一心 文室保存并不是只有什么 大学教授还是知识精英可以做的工作 应该是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都会影响到陆港未来的发展动向 我们曾经在论坛里面说过一句话 当所有人都在等待风向 就让我们成为风 当很多人还在漫无目的的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想要为家乡做一点事的小愿望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谁还要优秀 而是因为我们拥有行动力 看见问题跨出框架 勇于实践心中的宏伟蓝图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经验 带给所有人的新潮流 而台湾的周鼎国老师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 他尝试用妖怪鬼魅的方式 结合台湾的观光品牌 将景点融合故事 并且吸引游客的目光 不过其实在他开始之前 也超多人怀疑他的啊 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吧 但老师最终还是用他的行动力完成了 并且出版了一本书 名叫《台湾妖剑路》 获得广大的回响 如果老师从头到尾都一直用想的而不去做 今天这一切都将部属于他 其实啊 我们也超级喜欢 躺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躺在床上滑手机 但是 我们却牺牲了这些休闲娱乐的时间 在路港烈焰之下 灰汗如雨 半夜的时候坐在电脑前面疯狂打计划书 因为啊 我们相信只要跨出舒适圈 坚持行动并且持续努力 就是达成目标最关键的一步 我们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啊 完成一件事情 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最困难的是 你不愿意相信自己 跨出那个第一步而已 我们用16岁高中生的视野结合在地 希望可以找回被太多的商业色彩 所萌成的路港 随着一步步的向前 我们也不断回首审视初衷 并且更加坚定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只是什么单纯的观光 而是啊 坚定于历史洪流当中 屹立不摇的永续 还有文化传承 希望让勇敢去做这四个字不再只是口号 而是每个人身体力行实践的态度和精神哦 看时间也过太久了吧 我们的广播 天哪不可以再翘班了 赶快回去吧 你是否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已然忘记的心中也曾经有过的梦想 或许是因为害怕 或许是因为否定自己 往往在还没开始之前 就已经默默结束了 聆听你内心的声音 去试试看吧 潮流之上框架之外 路是随手洗手长流 我是颜旭成 我是蔡依馨 期待下次与您在空中相遇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